这是发生在法院的真实案 一起蹊跷的离婚诉讼 引出周瑜打黄盖的债务纠纷案 却又指向另一起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农民工讨薪案 一时迷雾重重 两级法院法官协同配合 借助审判云平台数据系统 调查取证 抽丝剥茧 一起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的虚假诉讼 浮出水面 是我对不住她 我的一切都给她 只要我有的都给她 只要我有的都给她 姚新兰 姚新兰 看得出来 蔡成兴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离婚不是儿戏 你看看 如果你愿意 反而给你主持调节条件 我 不想调节 我想诉讼离婚 我想让法院给我一个说法 别急别急 别着急 慢慢说 抱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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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 我要坚守当初做一名法官的理想和信念 切实做好一名法官的使命和担当 演练 您 刚才报告做得真好 院长都忍不住给你鼓掌了 什么好不好的 就是大家分享一下新的体会 谁呀 这么快 稍等 你们谁 干嘛 你们什么人 出去 说 太阳您去哪了 你们是谁 你们想干嘛 叫什么呢 我们是人民法院的 法官 法官 法官也不能来着我们要账吧 告诉你 他家男人欠我们大哥有七码百万 这还不算利息 要您来我告诉你 不管你什么办法 你卖房子卖身也得把钱给我还上 要不然你别让圈娘 走个 这些人 是干什么的 是来要账的吧 你身上的伤 也是他们大的吧 这是我们的执法记录仪 今天我们的谈话 将会同步录影录像 蔡神仙 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吗 不知道啊 我希望你清除问题的严重性 不是我正想问你呢 我犯什么事呢 刚才进入法院的时候 你看到门口打开不得上好群众了吧 我看见了 跟我又无关系 你还诚心建筑无诚信 拖欠民工许汉钱 横幅上标语你怎么解释 我也觉得他们确实挺可怜 但是我真没钱 开发商不给我钱 我哪有钱给他们发公司呢 那你离婚是怎么回事 离婚 你离婚跟欠公司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吗 有关系吗 那你妻子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哎 这个是我不好 因为我最近这工作的事太闹心 我这情绪抑郁一下没控制住 我就 确实不该打他 但是我跟他说好话了 该道歉也道了 他没没没了啊 非要跟我离婚他就离婚了 多省心 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你来看这个 财政新说 他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担心债主起诉后 法院不执行我们的家产 他不甘心这么多年的打拼 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产 到头来却一无所有 还说是为我好吗 还说是为我好吗 假离婚是她的主意 怎么样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女人确实挺有意思啊 这当初是她提的离婚 怎么现在赖我身上了 不是这女人是个东东山天啊 陈生青 祝你开着 你到现在还不承认是吗 我承认什么 我承认啊 好 你来看一下这个 银行流水记录显示 三年前 从你的账户有两笔钱 打到了同一家珠宝店 两年前 还是你的账户 有一笔钱打到了4S店 去年 去年 是受不住 而这些都落在了 李珊珊里面 不用我告诉你 李珊珊是谁啊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你妻子承认你们是假如公吗 要想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 你不要再自作聪明了 我跟你说啊 我当初呢 我是 就是考虑这个 就是我是 行了 不要再狡辩了 老师交代一下 你和李珊珊的战略就分个问题吧 我 确实欠李珊珊很多钱 我是 你和李珊珊之间的资金与业务网派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你确实不借钱 你是假装欠不借 你通过把任小姐 整网他们一家的十台八米 已经被他一家转败了 那不可能 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本钱 他可能自己给转败了 你这是他 你的债钱人已经去找过李珊珊了 李立查发 早就任性了 那更不可能了 他能不能骗着我自己走了 我们说好一个字自己一起的 你 不可能啊 你还不明白 你要骗自己到什么时候 你的十台挖掘机 还有执行回转的可能 但是 还是致命不误的话 那后果只能比现在更严重 真的可以执行回软吗 当然 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 灵活的处理 既优先偿还农民工工资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又给你保留 你所谓的东山再起的本钱 但前提是 你必须无条件配合我们 把这件事情 调查清楚 调查清楚 好吧 我说 我全说 房和车 都是我给女神神买的 她起诉我 也是我们早就策划好了 几年前为了这个探生意 我经常到刘山山的茶碗 一来二去就熟了 那几年我真是压力特别大 就想找人说说话 刘山山不太长得漂亮 而且是能说回到 还穿套路我喜欢听的时候 最后就没把持住 去年 我承接的那个楼房工程 开发商跑路了 过年给工人发工资 我自己垫了六百多万 到最后我真是一分钱没有了 十万没钱可垫了 材料款还想垫了两千多万 那工人天天堵我办公室门啊 天天拦我车呀 材料款上三天两户 找我家闹着 所以 你就做了一个假的债务纠纷案件 还和你的妻子 假离婚 我 这心来还是有感情啊 冰冰天天他跟着我封一来运去 你才是没有半个怨言 可是我 我这一世无债 真是逼得过去 我真是没办法 当然 我也是一世无债的心跳 所以才出此下策 这是姚小兰的离婚协议书 这里 这里 你看看吧 这次是真的 这两年 你在法院案子不少 你仗着打过几个官司 就以为 你很了解法院 很了解法院的工作 所以自作从命 想靠做几个假案子 就把债务品一与干人件 你太自律于事了 我真不是说有一门赖账 我真是也没钱 你想过那些农民工吗 主要我这些年 我积累了这些家人 我也不想一下 就这么没 你想过那些农民工吗 他们怎么等着你 发工资回家换年了 我不敢欺骗 不敢欺骗法院 不敢欺骗农民工 更不敢欺骗农民工 错一铸成 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刚才你所说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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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